2013年3月15號 大愛台即日起 清晨5點半 首播禁思妙蓮華 內容集結上人在禁思成語時 講解法華經內容 鼓勵社區志工早起文法 上人的開始 當然有時候我們會聽到說 這樣做 這樣做 就照著上人去做 內心會有一些感受 你會覺得 如果一早可以挺禁食成語的話 然後再去上班或開始一天 其實是非常棒的 看著都很溫馨 而且感覺到很貼心 但願這一群菩薩能恆心地 接受到了花水來增長慧命 城中起尋法廂 串聯全球社區道場 不只是要克服早起 要聽懂閩南語的開示內容 也不簡單 他說我聽不到閩南語 我就說我聽不到閩南語 很簡單 沒有你來 如果有需要 我念中文給你聽 我念國語給你聽 新冠肺炎疫情時期 嚴禁群聚更是考驗恆心毅力 志工成立線上平台 文法不中斷 不同的社區來到這個平台 我們都是沒有皮尺 沒有分你我他 不分各個社區 我們都可以在同樣個平台 講同樣的話 那麼做同樣的事 那個不是一個立體流利同心眼嗎 不論是直播還是網路視訊 至今持續播出 全球近似弟子定時觀看 日積怨壘 增長惠命 2000年3月15號 關山慈激醫院企業 上人清零剪採 慈激已承接下關山博愛醫院 讓偏向部落獲得醫療保障 慈激醫院在關山慈激之後 也確實也解決了民眾的 這個大半的問題 關山慈激 位居花蓮玉里鎮和台東市之間 雙邊距離都有40公里 以往從玉里到台東 這段80多公里路程 只有診所 沒有醫院 定位為社區醫院守護健康 搶救生命 尤其關山症位居南橫公路出口 車禍事故頻繁 患者的腦傷和骨折 獲得及時治療 我們多一點的服務 讓他們不要再跑太遠 不要奔破 他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進錢去外地看病 這是我們的最大的目標 1999年3月15號 玉里茲基醫院企業 上人和官員列臨剪彩 開啟守護生命的篇章 玉里茲院位於花東縱谷之間 是茲基醫院第一間分院 北往花蓮 南到台東 地理位置關鍵 前身是紅的醫院 當初因應前醫院負責人 曹偉醫師醫院承接過來服務鄉親 當上人的眼 上人的腳 上人的手 在玉里 觀山這樣偏遠的地區 留住堅守崗位 1996年3月15號 天下雜誌來訪 天下雜誌創辦人 茵宇彭女士拜訪上人 肯定此季對社會的付出 邀約採訪出書 上人也期許身為媒體人 要扛起進化人心的使命